欢迎收看 G-Chanel Ultra 上年大约6月份 Astern & Kern 推出了首队真无线蓝牙耳机 AK UW-18 一单元动铁 内置独立的DAC 进军入市场 相近年左右 AK 推出了后组机 名为 UW-100 MK II 今次耳机继续用一单元动铁 继续没有主动式降噪 而且外贸还跟上一代差不多 到底今次耳机的表现又如何? 值得入手? 今集就和大家分析一下 在开始之前记得订阅、分享和按下小铃铁 一旦有新片推出就立即会通知大家 先看看外观 充电盒采用了斜角的设计 比上一代稍微窄了 看起来比较瀟灑 合顶没有再用零角形的设计 改为全个单式霧面磨砂处理 看起来比较平实 而整个充电盒加上耳机拿上手也挺轻 而且也挺好手感 盒子前面有一条长型的LED 灯 当你揭起盖或拿放耳机都会亮起 提示剩余的电量 不过要留意 当充电盒和耳机充电时 这条LED 灯会不停闪 闪到充满电为止 因为LED 灯也有五十黑光 尤其在夜晚充电时 会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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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盒盒揭起后 可以好好地卡住在背后 即使打側盒盒盒也不会掉下来 耳机收纳位置也有提供持急功能 而且吸力不小 就算用力搖盒盒 耳机也不会掉下来 轮到耳机方面 保留UW-100 外观设计 用一个银色灵角的面板 同时 这个面板也是一个Touch Control 可以控制到的功能都很齐 例如Play-Pause 跳前后歌 音量调节 开关Ambuds Mode Voice Assistant 等等 另外也可以在耳机面板上 直接调节四段Ambuds Mode 等 基本上不用再用手机设计 算是很方便 耳机提供到离异的偵測 拿开任何一面耳机都会立即暂停音乐 带回就会继续播放 当然这个功能可以进入专用的自家App 去选择用还是不用 说到佩戴感方面 上一代UW-100 我已经觉得是很大 耳机刚刚可以藏进耳朵 耳膠都完全配置我的耳朵 今次UW-100 MK II 同样是一样 有很舒服的佩戴感 同样有很好的文理隔音 官方说到这种偏的被动式降噪 可以很有效地消除中高频范围内的噪音 感觉就像带着入耳式的IEM 一样 将大部分的噪音都可以降到最小 我实际测试过 搭火车时用来听光 绝大部分的环境噪音都可以降到 不过车厂里的广播声 和其他人太大声说话 都会微微地听得到一点 但整体的降噪效果我已经觉得很满意了 至于规格方面 UW-100 MK II 和UW-100 同样都采用 QCC 5141 藍牙晶片 在行蓝牙5.2 version 支援 AAC、SPC 和 APTX Adaptive 的声音码 亦用 AKM、AK4332 ECB 支援 32bit 的 DAC 而作行力方面 耳机可以连续播放9.5 钟 比上一代多了3 钟 最长的播放时间就去到29 钟 亦有快速充电功能 充电只要10分钟就可以用1 钟 同时亦支援无线充电 充电的方法有多个选择 今次耳机加入了另一个功能 就是多点连接 只要把两个器材配对好后 就可以自由地切换 不过要留意 机转机的时候 是需要把先前那部机暂停 才可以跳去另一部机 而切换的速度算是很快的 我做了一个测试 大家一起看看 半数百亿人 从每个认识的温柔 在海中 参加这个地方的家 这就是美丽的 一粒Nose 全频动铁单元 初步听上去和上一代差不多 仍然集中在高分声力和细致的声音表现 声体暖口,音场宽阔 包围感不错,声音舒服自然,一点都不刺激 低频量感不算过火,合到好处 质感相当不错,而且扎实不松散 中频稍有收敛,而人声表现也圆润,挺有感情 听日系的流行曲,或者节奏快的动漫歌 也有个愉异的表现 如果用了aptX Adaptive 格式听 明显会感受到更多的细节 声音会再细腻一点 另外 App 内也有提供4个DAC 测试 4个我也有试过 听上去分别不是很大 亦不会影响原本调音的风格 除此之外,还有6个预设的EQ 和个人定义的EQ 让大家设定不同声效听歌 至于通话表现 耳机每边有2个收尾麦 现在立即和大家做个实测 好,我来和大家做个实测 戴着AKUW-100 MK2 耳机和上次UW-100是很严重的 戴上它的密封感 都仍然不想到 我一直都觉得很喜欢它的封闭感 戴上它的封闭感 加上它不需要用ANC 做到非常好的隔音 所以我本身是对AK 这对耳机 都很严重的 出动戴外 和大家试试通话側手 我和大家说了一段时间 不知道大家觉得 特通话表现是怎样的 我们来到戴外的实测 然后赞成到这里 最后来到总结 UW-100 MK2 和上一代的比较 升级的部分 我自己觉得不算太多 只是充电盒转成车角设计 看起来没有那么臃肿 电量方面也有提升 Play Time 多了三个钟 加入了 Multi-Bone Connection 之外 其他如蓝牙晶片、DAC 单元和耳机内部的设计 都与上一代相同 感觉提升的地方不算太多 值得入手呢? 如果你是用UW-100 我认为可以等一等 看完之后推出的新耳机 再作决定未遲 但如果你暂时还没有耳机 而且又想找回声音细致 人声信意又有感情 耳机有独立DAC 而且不用ANC 功能 也有很好的隔音效果 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AK UW-100 MK2 耳机现时售价是$2380 其实跟上一代是一样价钱 如果有兴趣 就记得下铺子亲身试听 不知你又怎样看今次UW-100 MK2 的耳机呢? 欢迎留言分享一下意见 今次的耳机开箱评测就到此了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点赞 有问题留言 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能帮助你 就记得订阅和分享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看看新耳机再和大家分享 下支影片再说 拜拜